幸福传千里 有缘爱相随 欢迎收看今天的原来一家人 我是张亚婷 新北市的新著名子女居全国之冠 为了让小朋友也能够说妈妈的母语 教育局编定了多元的母语教材 在国小来推广 今年刚到丹凤国小担任印尼语老师 本身也是新一名的陈山兰 她说没想到能够在教室里教小朋友家乡话 那种感觉真的好棒 这个是什么 每个星期二早上是丹凤国小的母语课时间 陈山兰是负责印尼语的老师 这是她第一学期来教课 虽然台下只有三位学生 但她依旧花了不少时间被课 为了让新著名子女会说妈妈的母语 教育局在国小推动一系列的母语课程 今天练习的是印尼语基础拼音教学 透过游戏和字卡和孩子们一对一 不断地反复练习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在快乐中学习 因为这堂母语课对陈山兰来说弥足珍贵 以前我来之后没有感觉好像 不用教我自己小朋友 学我自己的母语 然后后来我们回印尼的时候 就是感觉他们去那边都不知道 讲什么 学习母语让孩子们回到家乡 也能和自己的阿嬷沟通 认识自己的另一个家乡 这堂母语课无价